做投资的人切记有一点 不要去看供求关系 谁看谁上当 我们传统的做宏观经济学的人 永远会去看供求关系 这个东西供应怎么样 所以说它的库存有多少 所以它的价格会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东西 大家想想看 像原油价格 当时的价格会在哪里 当时政府说要市场定价 政府的市场定价是怎么定呢 它说是原油的成本 然后再加上适当的盈利 我一听 天哪 这比盲人骑虾马还要可怕 因为首先它根本不知道 中石油中石化的成本在哪里 它永远没有办法搞清楚 第二个适当的利润 什么叫做适当的利润 是5%适当还是4% 人之十是恰当的 没有人知道 如果是有做实体的 你非常清楚 你有一件衣服 如果说卖得很好的话 你管它成本是多少 你管它适当利润是多少 能卖150 你绝对不卖100 对不对 完全就是看市场的欢迎程度 这个就是投资品市场的特有的一个模式 我们以房地产市场为例 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 很多人都在说供求关系 我们被供求关系害得很苦 大家想想看 07年 08年 当时政府拼命地抑制房地产市场 然后当时的房地产比现在还产 根本就卖不出去 因为库存量比现在还要大 当时看到所有的房地产的分析报告 都在跟我们说 现在的库存是多少 销量是多少 房地产市场是大大的供过于求 所以房地产价格会下跌 你用这个理论来分析 确实供过于求 没人买了 但是我们知道 房地产市场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 2009年3月 事实上一季度有点懵动 所谓胎动 2009年3月的时候就开始启动了 到了2009年4月已经非常明显了 到了2009年年终的时候 已经如火如荼了 大家那时候去关注 你会看到所有的分析报告都会跟你说 房地产库存量急剧的减少 然后房地产的购买者越来越多 所以房地产现在处于严重的 供不应求的状况 你想想看 就2008年10月份开始 我们改变政策 到了2009年的3月份 5个月的时间 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一亿农民进城了吗 有两千万的农民工变成富人了吗 开发商又多造了多少房子了吗 一切一切外围的条件都没有变 只有一样东西是变了 预期 2009年2008年年底的时候 第一政策吹风 他告诉你我们要稳定经济 然后告诉你我们要给房地产来降税 而且这个时候 他伴随着一连串的舆论导向 第一他舆论告诉你说 又回到这个2003年04年 买房就是爱国 你买房吧 这个是一种舆论导向 现在他告诉你 买房就是卖国 你坏人才买房 你怎么能投资 这个是舆论导向也不一样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看到的 08年09年包括10年的上半年 是中国的货币发行量最大的时候 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发行 也就是流通中的 你可以用的那些货币 所有的存款 定期活期 这些货币加起来 跟GDP相比是180% 也就是这个市场已经钱多的 就水漫金山 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当 你看到房地产税收在下降 你又看到钱那么多 你看到油价在节节上升 你的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赶紧买东西 能买什么是什么 当然了跟10年前 20年前不一样 你不会买几十斤盐 在家里水缸里搁着 你会买点资产品 这时候你的预期就是 钱会变得更加不值钱 而只有资产品价格会值钱 所以这个时候 政府只要改变你的预期 它就可以改变投资品市场 跟供求关系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还有一个所有的行业 所有的价格都在上升 比如说黄金投资 黄金投资仍然不讲供求关系 黄金现在最最大量的投资 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印度 中国的投资 以前说挂个金项链 或者是说买个金桌子 已经不是了 现在中国人的投资 最主要是集中在投资品市场 所谓投资品市场 我举个例子 月黑风高夜 开着一辆破破的小摩滴 开到黄金商店门口 突然停下 他从车上搬下了满车的现金 然后装了半车的黄金 突突突又开走了 就等着金店开门 这个真的是黄金业协会的人跟我说的 买金条就是拿来投资用的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像中国的官方黄金的储备量 一千多吨 大家都觉得很少吧 就经过这几年政府在拼命的通胀通胀通胀之后 中国人现在像风箱里的老鼠觉得买什么都危险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他就拼命买黄金 中国的民间的黄金储备已经到三千多吨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跟朝鲜一样 或者跟委内瑞拉的查维斯一样 他说大家都爱国吗 然后大家说爱呀我们都爱国 然后他说这样子现在政府遇到了困难 所以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大家就像大链钢铁的时候一样 把家里的铁锅捐出来 现在你把家里的金条捐出来 如果是这样一来的话 中国的黄金储备可以增加到四千多吨 所以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吗 中国没有藏富于民 但是中国已经做到了藏金于民 那么美国有没有收缴黄金 缴金不杀的情况 有的二战的时候 所以等到特殊状况下 所有的政府都会做同一件事情 通通的交出来 否则死了死了的